主席 各位同仁 大家好 乘几何时 象征国家最高民意的立法院 已经变成了执政党的橡皮图章 凡是企图阻碍执政党连任的障碍 统统要一一铲除 从我们上个礼拜的公投法之后 工厂管理辅导法 民进党也想要强度关山 让数万家的违章工厂就地合法 然而这个法一旦通过 盖在农地上面的非法工厂 只要花少少的几万块钱 就可以永久的霸占良田 污染永流传 根据现行的工厂管理辅导法 临时工厂的大县在明年的6月2号就届满 而蔡政府在此时选择当起了救世主 端出了特定工厂的狡猾发明 为了这些违章的工厂来解套 这套戏法就是一次文字游戏 让七千多家的临时工厂登记为特定工厂 而成为特定工厂以后就走上了就地合法的名路 民进党的政策买票做到如此夸张的地步 令人惊骇匪夷所思 针对这样荒谬的法案 环团抗议不断 行政院却置若罔闻 行政院的法案基本上就是一部放水大法 除了做事 我们台湾的良田遭到蚕食鸡吞 也是政府承认自己的无能 所以选择污住自己的眼睛 承认非法为合法 蔡英文有什么颜面可以大言不惭地 自认为自己是改革者 行政院版的公府法修正草案 虽然规范农地不可以新设工厂 既有的工厂不可以污染 危及公安 没有登记工厂的就以全面纳管 就地辅导的原则来处理 要达到拼经济 护就业 雇环保守农地的目的 但是因为这个落地条款 落日条款是定赖二十年 各位同仁二十年 有定跟没有定一样 终究还是会让我们的农地被送中 粮食安全环境友善 以及土地正义 我记得都是蔡英文竞选时候标榜的价值 而这次工厂管理辅导法 根本就是逼着我们台湾的社会 吞下农地违章工厂 多年来转嫁的成本 令人痛心 民进党如果这样一意孤行下去 不但会造成我们台湾农业永续发展的浩劫 也会让所有台湾的民众 深陷在农作物污染的食安危机 所以要呼吁大家 千万这一步法 如果一旦通过全民浩劫 谢谢同委员